如今很多明星都开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但诸如欧阳娜娜 娜比这样的高定价引起了很多争议 很多人觉得明星做衣服就是在割韭菜 而不是真的懂设计 但我很好奇的是 是不是所有明星品牌的性价比都很低呢 明星做的衣服一般是什么定位呢 以及UP主也有做品牌的 那他们的衣服会比明星的更良心吗 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人工统计了57个明星品牌和39个UP主品牌的数据 那结果也是挺有趣的 而且我还随机买了一些他们店里的衣服 就在后面打算视频最后的时候穿一下 那么先叠个假 本视频不含任何广告 所有衣服都是我自费购买 本人对所有明星没有任何主观偏向 做这个选题纯属好奇 如果有冒犯或者不严谨的地方 我在此提前郑重道歉 好的 让我们先看明星这边 那这57个品牌肯定不是全部 但也覆盖了各个年龄段各个风格的明星 成立时间上最早的是03年陈冠希的Clot 然后是04年李灿森的Sub Crew 06年罗志祥的Stage 周杰伦的Fantasy 07年阿信的Stay Real 08年林俊杰的SMG等等 可以说早年间做服装品牌的大多数是港台明星 那大陆这边我看到最早的是09年李晨和潘伟博一起搞了NPC 还有这个MLGB My life is getting better 这不是骂人的 然后谢娜10年成立了个人品牌叫欢形 那当然以现在的审美看只能说确实有点拉了 所以这牌子也早凉了 那随后每年或多或少都有新的明星来入场做品牌 比如说15年薛之谦的Dangerous People 17年吴建豪的XVessel 19年黄子涛的YKYB 乃至21年白静庭的Goodbye 22年王鹤蒂的D Desirable等等 那么大家可能最关注的是价格分布 我点开了他们每个人的店铺 默认排序下 统计了第一页商品的平均价格 那么排除做玩偶的 做首饰的 还有做包的 均价最便宜的是周博豪的XPX Team 仅117元 那他店里一件T50 一个卫衣139 那这个价格其实比优衣库都便宜将近一倍了 那我看他原本的标价也都是两三百三四百 不知道为什么折扣力度会这么大 同样均价200以内的品牌 还有江云生的Rocom 还有法老的2727 都是188一件 此外徐璐 易见莲和黄明浩的衣服均价也在200出头 而饱受争议的Nabi 他一共8件商品的均价是495 那在57个明星品牌里是中等偏上的 考虑到做的还是睡衣浴袍那确实比较贵 但是从绝对的均价上比他高的也有不少 比如陈冠希的Cloud均价498 阿信的Stereo均价646 陈伟廷的Cannot Wait均价660 白净廷GoodBuy均价851等等 而均价最贵的前三名分别是第三名 王嘉尔的Team Wang Design均价1403 那其实他店里还放了两个2万多的潮丸 我没有算进去 如果算进去 那他均价会突破4000块 第二是吴建豪的Excel均价1503 那卖的很贵 但是也很火 尤其是去年 各路明星网红网友都在追他的这双鞋 我身边up主都有人买的 那这个鞋主打一个结构 据说是设计打磨了三年 一经推出男女通杀 还和山本耀司联名过 简而言之就是虽然贵 但是市场认可了这个牌子的定位 那最后均价最贵的是 王欧的CMIL 均价2613 那这个一看走的就是轻奢路线啊 定位非常的垂直 他们店里还卖珠宝首饰 那有一说一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除了均价 各家品牌里的最高单价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参数 比如说薛之谦的Dandrous People 最贵的是一件羽绒服 折后539 相比快销品牌 这个价格也是很有竞争力的 布瑞吉的POK 最贵的也是羽绒服699 黄子涛的羽绒服里 最贵的折后769 那这其实就差出50%了 而Clout店里最贵的派克大一 售价2280 古咎咎的SoloCelab 官网最贵的夹克和人民币4339 Madness最贵的棒球衫 则高达6065 那这些品牌的定位显然不同 我认为可以主要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迎合大众需求和审美的走量性 那代表就是薛之谦的Dandrous People 店里200多一个棒球服 99一件T 没法和拼多多比 但也绝对不算贵 无论是上班族 学生都消费得起 衣服的设计我不太敢评价 只能说都是比较标准的款式 T恤位移牛仔裤 就很有学生气息 穿上之后能无缝融入校园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性价比肯定算不上是在割韭菜 而体现在销量上 他们店里有不少单品的销量都在1万家 最常常用的单品销量有5万家 这个在所有明星品牌里都是冠绝全场 这么大货量下 肯定不用担心在这买东西被坑 但也意味着和高端的材质和工艺绝缘了 我看了一圈他们店里基本都是锯质纤维和棉 像是羊毛 针丝针皮这种材质基本不存在 风格上我也没太看出设计上的一致性 感觉就是流行元素色彩和印花的堆叠 那说实话我不太了解学之线 但我感觉这些衣服应该没太体现出 他个人的艺术追求和风格 和DP情况类似的 还有陈鹤的TNC 李晨的NPC 一键连的US17 黄明浩的2X2 甚至可能阿信的Stereo 周杰伦的Fantasy等等 这个无意冒犯啊 这个提前抱歉 但只是说如果把商标都遮住放在一起 我可能真的很难分出谁是谁家的 就感觉走在大街上任何人穿这些衣服都不奇怪 但是也没什么特别的 最离谱的是吴鹤群的Debrand 店里的风格可以说和他本人 风马牛不相及 就我想不通谁会在一个 43岁华语知名男歌手的店里 买陆奇女士气质 纯色宝宝短袖套头装 那他本人也没有给任何一款衣服拍过模特图 感觉上就是没有太上心 除了这些男女装都做的品牌 还有一些主打主流女装的品牌 比如徐璐的Love Love 韩火火的D&T 张大义的JupeVanDue 不会念啊 这些基本都是小百的价格 一看就很适合年轻女性啊 那有很多设计元素都是趋同的 或者说说白了 就是在按照大众审美在做 那和走量型相对应的是 售价更高的设计型 比如昆灵的Jandis 均价818不设淘宝店 只能在官网买 那从模特图的质感就能看出明显档次高了 可以说整体的一致性初见端倪 当然材质上还是以化纤尼龙POP为主 同理古剧机的这个Solo Slab 均价高达1244 且不论好不好穿得出去 但设计感就是会更强一点 虽然我没具体看这个品牌想表达啥 但是它布料的碰撞和拼接确实贯穿了始终 放在衣服堆里绝对会是有机一点的一件 更极致的是杨丽萍开的杨丽萍生活艺术馆 就可以说把它的个人风格直接拉满 连接感就是这么强烈 一般人根本驾驭不了 能驾驭了的人穿上直接杨丽萍附体 气质拉满 那么很显然 这两类品牌各有优劣 如果主理人更想传达自己的风格 那就意味着受众可能减小 销量也会变少 杨丽萍里销量最高的衣服只有17件 而王欧的甚至只有4件 所以明星开店首先要考虑的 还是要风格还是要面包 目前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 大部分明星在做衣服时 其实是懂自己粉丝的消费能力的 基本上店铺均价都在200到500这个区间 定位上不低于快销 售价上又不高于轻奢 可以说是很贴心了 但这也导致明星品牌的上限不高 无论是在材质工艺 还是价格逼格上 都要明显低于国际大牌 换句话说 明星如果去参加大型活动 或者走红毯 可能还是会首选那些国际品牌 所以与其说是明星的品牌 更像是明星做给粉丝的品牌 而且明星品牌并不是背靠大IP 就高枕无忧了 这57个明星品牌里有20个过得都不是很好 林志颖的JR店 魏晨的VSpace 销售数据都是各位数 吴亦凡和罗志祥早就退出了曾经主理的Ace和Stage 李小璐的Lulu's Miracle 可以看出他非常上心 之前每次上新品都会自己亲自当模特 但目前好像已经开摆了 店里就剩了一件衣服 徐娇的知语集一度在汉服圈做得很大 现在也暂停营业了 那像杜海涛 周比畅 范尾齐 高远远 韩寒 陈剑舟等人的品牌貌似都已经没了 更有谢娜分别在10和17年两次做品牌 两次失败 所以一个品牌能否被市场认可 并不是明星吆喝两声就能决定的 来源明星的店 我们再来看看UP主的店 那生态很不一样 有点两极分化的意思 UP主里一大类做的都是那种周边文化山项的 比如影视飓风曾经出的T恤卫衣 特效小哥的长袖T 极客湾的显卡T 包括电影最top的电影周边卫衣 Test TV的T恤卫衣 急速拍当的T等等 我自己也卖过T恤 当时是做了2000件 那基本都是有了不少的粉丝基数之后 靠着热度在做 虽然不太想承认 但不得不说 非服装专业做出来的衣服 总是透着一种稚嫩的感觉 衣服基本上就是什么T恤卫衣 透头衫 很多细节的把控也不是很够 属于是粉丝喜欢UP主 就支持买一下 那结果就是往往很难持续 我上面说的这些店很多都已经开摆了 而去年信心满满的吃眼男孩做的Go Solo 能看出他花了很大心思 但好像也没做成 服装这个领域想要做好 门槛真的非常高 UP主一般又没有明星有钱 所以真的很难正常运转起来 非时尚去UP主里做的最好的应该是中国boy 他和其他人一起做的牌子叫Running Whale 我看到有很多网红明星会穿他的衣服 而且在店里的款式有超过150个 那从做衣服的层面已经脱离了UP主周边的层次 而把目光转向时尚区是截然不同的样子 比较贴近我们的比如说有ZRank做的Z牌是主打运动 然后有梅森设计他做的自由品牌主打舒适感 但如果更深入关注一下潮流锤类UP主 会发现他们开店的比例非常高 从靳老师他们做的得体 伟佳的Gas Station Terry himself的Reserve 到董武 谁是小鹏 董Giri等等 十几万粉 甚至一两万粉就做品牌的UP主 比比皆是 这些人要么玩潮流穿搭多年 被圈里称为顶男 要么有多年的从业经验 在我还只知道耐克阿迪的年代 他们可能就在穿什么 Rico Wins Y Project FOG Kiko这种牌子 当然不是说他们这么穿一定更高级 只是确实有这样一个 玩潮流穿搭的圈层存在 而且相比玩身装的 穿香奈尔爱马仕的 潮流圈很多人会自己下场做品牌 大多还能做的有模有样 他们每季Lookbook的视觉呈现 对产品的理解和风格的把控 可以明显看到高出其他去UP主 和不少平行品牌 我做这个视频看的过程 还顺便加了两件竞购物车 一件是这个Rooks Daddy 一件是Common Devices 有点想买 因为很有设计感 但确实也不便宜 我看了一下数据 潮流区UP主的店铺均价 一般要比明星的高50到100以上 这里原因很多 比如说货量小 或者设计相对复杂 反正如果只从营业额看 可能薛之谦 白净亭的这些店能爆打 所有UP主的店 但正因为相对比较小众 这些UP主的品牌能玩得更开 比如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设计 我觉得明星品牌是不会做的 甚至比利老师搞的这个叫 Seduce的品牌 各种高端材质根本看不懂 只是让动辄均价上万 而且一溜的销量零 我是真不知道它怎么维持的 总之潮流UP主的品牌 就有点像是独立音乐人的歌 有一种不同于主流爆款的新鲜感 虽然他们经常会被网友锐评 或者被嫌贵 但我觉得有这么一群人 做这些东西还挺好的 这个世界上就是既有 Nike 阿迪 安踏 李宁 又有明星品牌 又有UP主品牌 才显得丰富多彩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 明星的品牌都是智商税吗 我觉得似乎没有必要 一杆子打死一个品类 反正市场和时间 会给出最准确的答案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接下来我会试穿一下 后面买到的这些衣服 有明星的也有UP主的 为了不得罪人 我就不做出任何主观评价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哪件上身的效果你最喜欢 那么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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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